之前我一直以为带化学名词的肥都有毒 一听到磷酸二氢钾就觉得可怕 自从看农业专家采烟油饰的视频中反复提到 它无毒和用到菜上面的好处 我才慢慢的开始尝试使用 去年回国从淘宝上买了一罐来用 我买的这款是淘宝上的 把淘宝上的介绍分享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含磷大于或等于50% 甲大于或等于33% 为什么用了磷酸二氢钾后 花苞数量明显比别人多很多 你以为现在它已经到极限了吗 实际上你来看一下 它还在不停的长出花苞 因为磷酸二氢钾是高磷钾的饱花肥 不含任何氮元素 它会促使花牙的萌发 你看我家的月季 这是我使用两周的效果 枝条全是花苞 还有绣球 菊花 榨浆草 所有开花的植物都可以使用磷酸二氢钾 几天一次 灌根使用 专制各种不开花 当时我买的是五元 现在已经涨到了六块七毛二 但也还是很便宜的 买的越多越便宜 因为我只是想先试一试 一瓶五百克 如果用的不多的话 可以用一年 在下雪天我把柠檬树搬进室内 以前在室外它长满了牙筹 怎么抓也抓不完 我就干脆用水大力的冲洗 水冲完就恢复了它绿油油的本来的面貌 现在移到室内室内的温度比较高 所以它很快就开了花 为了让它集中营养到花上 就要先把夏天在外面晒黄的叶子 要剪掉 把多余的枝条修剪一下 这盆是我在十天前浇过一次 磷酸二氢钾水了 现在枝头上很多花苞 我会让你把柠檬放入 绿酸二氢酸 修剪完后 看看土壤有点干 再浇一次磷酸二氢钾水 一克的磷酸二氢钾 兑水一千毫升 浇到土壤即可了 浇到土壤即可了 十天后花蕾越来越多 花也尽量开放 在之后的瘦粉 饱裹的视频 我将继续为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ulum 得不�